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首先 我们来看看美国华裔科学家陶峰 在特朗普时代被定罪后所经历的恐惧和绝望 他在众议院首次公开发言 讲述了从被捕到最终被平反的1786天的煎熬 这段艰辛的历程揭示了美国司法部的 中国行动计划对无辜学者的巨大打击 并引发了对该计划的广泛批评 接着 我们讨论一下专家对中美直接冲突可能性的看法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胜出美国总统大选 专家们认为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 两位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这是否真的能够团结美国 还是会适得其反呢 最后 我们来探讨美国是否应该资助帮助中国人 绕过防火长城的工具 立法者们听取了专家的建议 认为应该开发新的技术来突破中国的网络审查 并推动更多的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这些措施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的互联网自由 还是面临更多的挑战 这三个话题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华裔科学家陶峰Franklin Toe 近日在美国众议院大楼首次公开发言 回顾了自己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被指控和最终被平反的经历 陶氏大约20多名学者之一 他们在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中被指控 计划旨在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和研究盗窃 然而其结果却引起了广泛争议和批评 陶的故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 这些经历不仅对他的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政治环境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陶在发言中透露 从2019年被捕到2023年上诉法院推翻他的所有定罪 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如同煎熬 这已经是1786天了 每一天都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他说道 陶最初在2022年受审 面临8项电信欺诈和虚假陈述的指控 根据法庭文件 案件始于一名在堪萨斯大学访问的学者 向联邦调查局FBI发送匿名举报 并冒充他人提出更多指控 尽管FBI没有发现间谍活动的证据 但他们发现 陶可能接受了福州大学的第二份全职任命 并对堪萨斯大学隐瞒了这一事实 检察官表示 这些信息对资助其研究的联邦机构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决策相关 陶的胜利来得不易 但他表示 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结果 我几乎失去了一切 我的学术生涯 已经被摧毁 他补充说 这场斗争极其昂贵 他的法律费用高达230万美元 陶的律师 彼得 泽登伯格 Peter Seidenberg 表示 他代表了数十名像陶一样的人 他们因在资助申请中的民事文件错误 而被指控多项重罪 他们没有偷钱 他们没有转移资金 他们没有与任何不允许的人分享秘密 泽登伯格说道 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 引发了对司法系统公平性的广泛质疑 也使得许多学者 对美国的科研环境产生了不信任 在拜登总统领导下的司法部于2022年 结束了中国行动计划 原因是多次起诉失败和批评该计划 抑制了研究并加剧了对亚裔的偏见 然而 这并没有完全平息争议 近几个月来 立法者和倡导团体反对恢复该计划的努力 包括一项最终被删除的众议院共和党资金法案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 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主席朱迪 朱朱迪处 表示 他和他的团队时刻警惕这些努力 并强调了正在进行的努力 包括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李克·斯科特·Rick Scott 的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 免受中共法案的个别法案 朱强调 对华裔科学家的审查产生了寒蝉效应 导致许多华裔科学家考虑离开美国 根据哈佛 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大约61%的受访美国华裔科学家 曾考虑过搬迁 这些数据显示 在2021年 有1415名美国华裔科学家 将其隶属关系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机构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中国行动计划 悲剧性地损害了太多无辜 美国人的生活和职业 并实际上损害了国家 在全球科学研究和创新中的领导地位 百人会在声明中表示 这些统计数字和声明 强调了政策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 根据香港大学当代中国 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承的分析 无论是卡玛拉 哈里斯 还是唐纳德 特朗普 赢得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和中国之间 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都不大 李承指出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普遍敌意 但与中国开战并不会团结美国 过度指责北京可能会在竞选中适得其反 他认为 不应将识别敌人的努力与决心 与敌人作战混为一谈 我的观点是 中国不应该太认真对待他们 在竞选中的言论 李承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 他们说的和做的会有所不同 在过去的两周内 白宫竞选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转折 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竞选 副总统哈里斯表示 他已获得足够的代表支持 赢得民主党提名 唐纳德 特朗普则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 并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 JD万斯作为竞选搭档 李承表示 这些变化并不会改变 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无论是哪位候选人上台 预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将保持不变 然而 李承也指出 党内和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 在应对中国的最佳策略上 存在很多分歧 李承还强调 美国选民不太可能欢迎与中国开战的想法 也不会接受将美国所有问题 归咎于中国的企图 有时候 唐纳德 特朗普赞扬中国 其实很受欢迎 他们只是认为 我们做得太差 将一切都归咎于中国 只会显示你的无能 他说 美国人并不那么愚蠢 他们知道这种叙述有时过于偏颇 与中国开战会团结美国吗 不会 将中国示威敌人会团结美国吗 也许 但失败的机会更高 美国硬资助帮助中国人 绕过防火长城的方法 立法者听取了来自各方的建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数字时代 China Digital Times 创始人肖强在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作证时 倡导国会资助开发新的绕过技术 和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工具 以帮助中国人民克服北京的防火长城 肖强说 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世界提供建立数字极权国家的蓝图 并对世界和平构成真正的威胁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捍卫和维护国内和全球的自由和尊严 开放技术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高级副总裁 纳特·克雷奇恩·纳特·Kratchen表示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建造更大的防火墙 还在进行一个更雄心勃勃的项目 建立了多层自我增强的技术和社会控制 克雷奇恩说 我们不能再合理地假设 大多数中国公民会自然地寻求未经审查的内容 因此他主张支持互联网开发者创建针对特定使用案例 在线行为和风险概况的创新绕过方法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 Zach Cooper呼吁建立一个跨越美国各机构的互联网自由登月计划 以应对中国的信息控制 证人们还表示 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将中国学生带到美国 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代表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西·Roger Krishnamurti 和马萨诸瑟州的赛斯·莫尔顿·Seth Moulton 强调 美国应该加强学生交流 这将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对称优势 根据一项估计 过去一学年 中国接待了超过1000名美国学生 而美国在2022年至2023年间 接待了约29万名中国学生 这种交流有助于破除中国与外界之间的屏障 并促进自由信息的传播 证人们还敦促美国政府支持开发更多客观内容 以传播给中国用户 对进行审查和监视的中国技术公司 实施对外投资限制和制裁 并推动技术公司更透明地披露 其在中国的参与情况 例如披露他们从中国实体收到的所有付款 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其信息控制的呼声 是两党一致的 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代表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 John Mulliner在新闻周刊的专栏文章中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拆除防火长城 让中国人民不受限制地获取真相 总的来说 这些故事和观点反映了美中关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陶峰林的个人经历 还是美国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的政策辩论 都显示出这些问题对个人、学术界和国家政策的深远影响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如何平衡安全、自由和创新 是每个相关方都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被平反的华裔科学家陶峰林 Franklin Toe 于周二在美国众议院大楼首次公开发言 讲述他在2019年 因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而被捕的经历 这已经是1786天了 每一天都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他说到从被捕到美国上诉法院 在7月11日推翻他的定罪 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如同煎熬 陶是大约20多名学者之一 他们在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启动的 中国行动计划中 被指控 该计划旨在对抗涉嫌的中国经济间谍活动和研究盗窃 并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期间启动 陶在由国会亚太裔美国人和新小组 和美国华人联合会共同主办的活动上发言 这位52岁的化学工程师表示 他的直接希望是回到堪萨斯大学 该校在他于2022年被判四项罪名后将他解雇 当年晚些时候 一名地方法官推翻了其中三项 与电信欺诈有关的罪名 理由是缺乏证据显示他因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大学的工作 而获得金钱或财产 然后本月早些时候 担服的一家上诉法院推翻了最后一项 关于做出虚假陈述的罪名 法院表示 陶未能告知其大学 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对任何联邦资金决策没有实质性影响 陶最初在2022年受审 面临八项电信欺诈和虚假陈述的指控 根据法庭文件 陶的案件始于一名在堪萨斯大学访问的学者 向联邦调查局FBI发送匿名举报 并冒充他人提出更多指控 FBI没有发现间谍活动的证据 但发现陶可能接受了福州大学的第二份全职任命 并对堪萨斯大学隐瞒了这一事实 检察官表示 这些信息与资助其研究的联邦机构 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决策相关 陶在周二表示 他的胜利是苦乐参半的 我几乎失去了一切 我的学术生涯已经被摧毁 他补充说 这场斗争极其昂贵 他的法律费用高达230万美元 陶的律师 彼得 泽登伯格 Peter Seidenberg 周二表示 他代表了数十名像陶一样的人 他们因在资助申请中的民事文件错误 而被指控多项重罪 他们没有偷钱 他们没有转移资金 他们没有与任何不允许的人分享秘密 他说 拜登总统领导下的司法部 在2022年结束了中国行动计划 原因是 多次起诉失败和批评该计划 抑制了研究 并加剧了对亚裔的偏见 尽管该部表示 将继续追究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案件 近几个月来 立法者和倡导团体 反对恢复该计划的努力 包括一项最终被删除的众议院共和党资金法案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 国会亚太义美国人和新小组主席的朱迪 朱 朱迪 Chu 周二表示 他和他的团队时刻警惕这些努力 朱强调了正在进行的努力 包括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比克、斯科特、Rick Scott的 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法案的 个别法案 以及试图将该计划附加到 更有可能通过的大型立法中的尝试 对华裔科学家的审查产生了寒蝉效应 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3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1229名美国华裔科学家中 大约61%曾考虑过搬迁 同一研究发现 2021年有1415名美国华裔科学家 将其隶属关系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机构 比2020年增加了近22% 是2011年的三倍多 该研究还指出 2011年至2020年间 亚裔美国科学家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数量 下降了28% 而整体下降了17% 由于少数定罪和多次驳回 中国行动计划悲剧性地损害了太多无辜美国人的生活和职业 并实际上损害了国家在全球科学研究和创新中的领导地位 一个由著名华裔美国人组成的无党派组织 百人会表示 为帮助支付淘的法律费用 已设立了一个GoFundMe账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先不说陶锋灵事件是怎么回事 单单是这个法律过程就让人觉得心寒 这些科学家被当成间谍 结果证据不足 一个一个被释放 这可不是笑话 这就像让唐吉赫德去打风车 最后发现自己打的是空气 反而让风车坏了 陶锋灵的案件 不仅让他自己身心俱疲 还让整个学术界都寒心 美国司法部的这个所谓中国行动计划 完全就是一场笑话 完全是打着反间谍的旗号 实际上是在制造更多的偏见和不信任 哈哈 楚天书 听你这么说 感觉好像美国政府就是一个大笨蛋 专门搞些无用的事情 不过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可是国家安全问题 你难道忘了冷战时期的情况吗 当时苏联间谍无处不在 结果美国靠着CIA和FBI 才保住了自己的安全 中国行动计划可能有些失误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价值 美国需要确保国家安全 尤其是在中美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 谢奇奇 真是好笑 你提起冷战 难道我们要回到那个人人自为的时代吗 这么说吧 冷战时期的苏联间谍行动 确实让人胆战心惊 但现在是21世纪 信息透明化了 国际合作多了 这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你看陶峰林的案件 根本没有找到间谍活动的实质证据 反而因为这些无谓的指控 损害了美国的科研环境 这么搞下去 难怪大批华裔科学家要离开美国 这不是自掘坟墓吗 楚天书 原来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信息透明化 国际合作 真是天真 你怎么不去看看CIA和FBI最近的报告 中国的间谍行动 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家安全不适而系 你看近几年中美科技霸权的竞争 这不是普通的学术交流 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你说的那些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 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因为害怕被抓到现行 哎呀 谢琪琪 你这种阴谋论的思维真是让人佩服 你是认为每个华裔科学家都是潜在的间谍吗 那么按照这种逻辑 每个美国科学家去中国也是间谍咯 有意思啊 其实这种思维只会让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更加剧烈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我们应该推动国际合作 而不是无端猜忌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因为这种偏见 美国科学基金申请中的亚裔数量减少了28% 这不是让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自断手臂吗 楚天说 你这么说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以为国际合作是简单的吗 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并不矛盾 关键是要有一个平衡点 而这个平衡点是建立在防范和监控的基础上的 亚裔科学家申请减少了28%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查出问题 真正清白的人 应该不会有这么多顾虑的 对吧 再说了 美国还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科研环境 只要你是清白的 谁会拒绝这么好的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一期内容可谓是情报满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 我们来看看华裔科学家陶峰林的故事 陶峰林的经历可谓是大写的悲剧 从2019年被捕到最近才被平反 逃得日子过得真是苦不堪言 每天都在恐惧和绝望中度过 还花了200多万美元的法律费用 这可不是小数字啊 而且他还被堪萨斯大学解雇 学术生涯几乎被毁 这就好比你玩 王者荣耀 一样 眼看就要上王者了 结果网络断了 还被封号 简直让人崩溃 然而 在这背后 其实还有更大的问题 这一切都源于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 这计划是为了对抗所谓的中国间谍活动和研究盗窃 但实际上却让不少无辜的华裔科学家背了黑锅 这就像是你班里有个同学作弊 结果全班同学都被罚超书 冤不冤 而且这个计划还引发了寒蝉效应 很多华裔科学家考虑离开美国 这对美国的科研环境绝对是个打击 总之 这计划真的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得不偿失啊 接下来 我们谈谈美国选举和中美关系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 这两位大人物在对华政策上都很可能会保持强硬 但直接冲突可能性不大 这就好比你和同桌吵架 谁也不会真的先桌子 最多就是互相冷嘲热讽 李诚指出 美国内部对中国的敌意并不会让美国更团结 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这话说的有道理 毕竟中国问题在选举中的优先级并不是最高 选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口袋和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 倔地万斯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 也有些微妙的差异 万斯抨击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可有点而过活了 李诚建议万斯要小心点 可不要成了借花献佛 弄巧成桌 不过 这些竞选言论大多只是做作样子 真到了执政 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这就像是演戏 有些台词是为了哄观众的 不必太当真 最后 我们来看看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防火长城 肖强和其他专家建议 美国应该资助开发绕过中国网络审查的技术 这可真是科技救国的典范 中国的防火长城让很多外国网站无法访问 这让中国网民真是网络孤岛的居民啊 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 不过证人们也指出 除了技术工具之外 把中国学生带到美国也是个好办法 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总之 这其内容涉及到的问题可谓是方方面面 从个人悲剧到国际政治 再到科技与人权 每一个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无论是陶峰林的个人经历 还是美国对华政策 都是一场场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大戏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未来会怎么发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